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记者会就到这边结束 也谢谢所有人 我们已经到这边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也谢谢各位所有媒体朋友们的余会 请问东甄的记者 你现在是为什么要特别的在影响我们的记者会流程呢 请问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回答你呢 我还是好奇大笔现金 我们先我们记者会先上一个承接 没有啦 其实我觉得东甄要这样搞也没关系 就现场直播嘛 是啊 第一个 是怎么样 先停一下 你说外界质疑大笔现金 第一个外界是谁 第二个大笔现金是多少钱 他说存钱这件事情 可是外界会说那个大笔的现金资金好像不知道从哪里来 我再具体讲 第一个外界是谁 大笔现金是多少钱 请说明 要不然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的问题啊 外界是谁 大笔现金是多少钱 请您说 你要不然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您的问题啊 大家要这样子以后我们麦克风都会控制着 我们今天是相信各位会依照我们的程序进行 那以后如果这样我们不会让大家自己拿麦克风 我们大家要有默契好吗 我们大家相信大家可以发言按照我们的流程 结果如果你霸占麦克风 然后让我们的程序上面出现这样的状况是我们造成的吗 你们一直打断我们的问题啊 你们一直打断我们的问题啊 你们这样的关系不要停下来 对啊 那你们一直在调商计划 祝大家计划 快乐 快乐 大家记者朋友们 谢谢 谢谢 大家最近时间都辛苦了 我相信真的都很辛苦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的这个记者会 其实就是凸显了 在侦办的过程当中 侦查不公开已经是一个笑柄 然后现在竟然还会有特定的风向 带给媒体 带给社会大众说 台湾民众党要求侦查不公开 但是又要求检调要把证据拿出来 这两件事情是矛盾的 我要跟各位说 这个就是在滑坡解释这件事情 就是在恶意带风向 侦查不公开 跟要求检方依照程序 用证据办案完全没有汉格 这两件事情完全没有冲突 所以也拜托大家 在这么资讯不透明 资讯这么混乱的状态之下 不要用这种拼凑的方式 再罗知罪名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记者会 就到这边结束 也谢谢所有的 我们已经到这边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也谢谢各位所有媒体朋友们的与会 外界外关心纯大笔现金这件事情 可是他们说 请问东升的记者 你现在是为什么要特别的 在影响我们的记者会流程呢 请问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回答你呢 外界好奇大笔现金 好不好 好好好 我们先 我们记者会先照流程 其实我觉得东升要这样搞也没关系 就现场直播嘛 是啊 第一个 现在是怎么样 先停一下 你说外界质疑大笔现金 第一个外界是谁 第二个大笔现金是多少钱 他说存钱这件事情 可是外界都会说 那个大笔的现金资金好像不知道怎么卖里 好谢谢大家谢谢 好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你 你还有问题比较有私人家 或者没关系吗 我可能更多 更多可能要问一下北京 好谢谢 谢谢 好谢谢大家 谢谢 如果大家要这样子以后我们麦克风都会控制着 我们今天是相信各位会依照我们的程序进行 那以后如果这样我们不会让大家自己拿麦克风 我们大家要有默契好吗 我们相信大家可以发言按照我们的流程 结果如果你霸占麦克风 然后让我们的程序上面出现这样的状况是我们造成的吗 好没关系 我先问你等会北京 等一下我再聊 没关系 好谢谢大家 感谢 今天九一记者节我还是要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没人要问我们要问怎么会算 记者节快乐 你们一直打算我们的问题啊 你们一直打算我们的问题啊 没关系 没关系 对啊 你们一直在朝向 哎 祝大家记者节 快乐 快乐 那些啊 记者朋友们 那些啊 谢谢 大家最近的时间都辛苦了 辛苦了 我相信真的都很辛苦 这段时间这个量能都很多 不过还是 我过去也是新闻都会出声 所以我知道 你应该是同一的交易 对对对 可以可以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标准是不是公平 一致对待 以后不管是任何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记者会上面的话 如果你是要这样子对大家 我觉得这是一个互相尊重的原则 那如果以后是其他的所有的 政治人物的这场合的话 难道也要这样子吗 不是 我觉得 我觉得今天这个是一个互相的过程 不是说我们非真正 是你们对我们的记者将领不是吗 好 等一下等一下 我觉得今天就是一个互相 互相 没有必要 好谢谢谢谢 好 大家可以开放评论 但是我们有程序上面的需要处理的这个问题 还有时间上面我们进行的讨论 谢谢 我们有上面 对大哥我没有要跟你对着干理议 对啊 那你是讲错 大哥 程序是什么 我这样说好不好 其实刚刚一如问的问题 我们前面有没有答 对 大家都在工作 我知道我知道 但是因为前面的问题重复性非常之高 那对于他们来说 我觉得是互相理解的地方 对 对 那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也会觉得说 你们怎么可能会一直问一样的问题 但我也知道大家的辛苦 因为大家可能有被拍的提 长官的交代 今天一定要做提 反正我都懂 我们过去也是这样子过来的 我都懂 所以我觉得今天互相尊重 那如果刚刚有任何让大家觉得不舒服的地方 有不舒服的地方 我觉得真的当然辛苦 很抱歉 很抱歉 我一定还是要跟大家说 九一记者节大家都很辛苦 我们也都懂大家的辛苦 好不好 但在这个很辛苦的过程当中 接下来还要继续采访 等一下也许各位会转移阵地 到别的地方去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互相体谅 互相配合好不好 谢谢大家 大家真的辛苦了 辛苦了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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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刚刚的问题不是没有回答 前面几题都已经有回答了 所谓的大笔的资金 然后存入 或者是说到底是170万 或者是700万 我想我刚刚在答题的时候都已经回答了 但是如果说媒体朋友还是要把这种 很多透过不同的媒体放话 这些讯息 然后这些讯息我们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我们也明确的说 请检方要具体的说明 不能只用一句这个不与证实来含糊带过 那这么多的漫天的消息 或许媒体朋友可以去问问看报导的这个媒体 他们所谓的有存入大笔的资金 大笔的现金 他们的报导来源是什么 因为我们无法透过这么多混乱的错误的消息 然后逐一的来回答澄清 但是我要说的是刚刚其实我们在记者会上 都已经说明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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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到11点半好吗 11点半 谢谢 我们下午 rupgende 什么 我们下午 吃 我们下午